我们经营会有一点淡淡的一些 像是安水味啊 或者是淡淡的一个漂白水的味道 其实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 网络上盛传的鸡蛋糕的味道 那像这么甜的甜味 我反而会担心是 早期的一个警讯 大家好 我是密尿科程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来破解一下 经营的一些气味啊 还有一些颜色的一些迷思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经营的一个制造跟它的一个成分吧 很多民众啊都认为说 经营不是单纯的就是 睾丸去制造的而已吗 诶 事实并非如此哦 其实经营啊是由我们的一个 蓝气泌尿道生殖系统去做产生的 主要会由我们的睾丸啊 不睾丸啊 还有我们的生物线 还有我们的尿道球线 做一些分泌成合的一个产物 每次蓝气射出来的经营量啊 其实大概只有1%是我们的精子而已 其余呢大部分的成分其实都是水 那其他还有比较少的一个成分 像是蛋白质 氨基酸啊 酵素 果糖 还有一些摄氛腺液等等的 另外呢还有一些离子 像是 酶 钾 钾 钾 那也因为这些成分的关系呢 所以经营的一个PH值 大概都在7.2到8.0中间 是属于一个 微减性的一个环境 也因为呢就是经营里面还有 氨这个元素 所以说呢 经营会有一点淡淡的一些 像是氨水味啊或者是淡淡的一个漂白水的味道 其实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 其实经营里面啊本来就会有 果糖的成分在 所以说其实经营本来就有一些淡淡的甜味 网络上盛传的鸡蛋糕的味道 那像这么甜的甜味我反而会担心是 糖尿病早期的一个情讯 影响男性经营的味道的原因有很多 主要还是受到饮食的影响 如果喝了比较多的一些咖啡啊 或者是说吃了比较多的大蒜的话 可能就会有类似的味道在那边 那如果说我们吃了比较多的肉类 或者是食用比较多的一个蛋白质的话 可能味道闻起来就会比较浓郁 这个都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说 经营出现了腐烂啊 恶臭啊 鱼腥味等等的 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是 泌尿道系统出了什么问题 有可能是发炎啊 或者是性传染病等等的 建议这个时候就要尽早就去做求治 如果是说像是芹菜啊 或者是凤梨这一些 可能就会让我们的经营变得比较温润 比较甜 那另外如果说是有在吃一些维他命啊 或一些保健食品的话 可能就会让我们的经营变得更有一个矿物味啊 或者是金属味 如果是有抽烟的一些民众的话 他的经营味道也会有所改变 另外一种状况则是发生在我们没有割过包皮的男性身上 因为没有割过包皮 所以说我们的一些尿液啊 还有我们的一些皮脂的分泌物 甚至是细菌 可能就在包皮底下形成了包皮垢 没有做适当的清洁的话 那在射精的时候 可能这些包皮垢跟我们的经营会混杂在一起 那味道就会有所变化 我们剧烈运动完 或者是说有在小便 但是没有擦干净的状况下 因为汗水跟尿液含有比较多的钠在里面 那它会干在我们的皮肤上面 在性行为之前没有去做适当的清洁的话 可能汗水啊 或是这一粒尿液跟我们经营混杂在一起 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汗水味 或者是说一个漂白水味 可能就会更加的浓郁 在诊间也曾经有患者来咨询说 另外一半反应味道不好闻 他就会使用香水啊 或是一些卫生喷剂来做一些味道的改变 就没想到反而适得其反 味道混杂在一起反而更耳心更难闻 在求好心切的状态下 患者反而就会很频繁的用一些沐浴乳 去做私密出的心结 过度的清洁反而让我们的包皮会反复的破皮发炎 真的想要改变精力的气味的话 可以从品质上去做起 另外呢搭配温水去做生殖器的一个清洁 并穿品质的内裤 不过说真的 除非真的是味道非常的恶心 或者是有鱼腥味等等这些状况 味道会有浓淡的一些差异 其实是正常的一个变化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的证据去显示说 它有特殊的一个健康的效益 虽然说精液里面有回量的一些营养成分在 不过呢它的量都非常的少 并不足以去成为我们人体 真正需要的一些营养的一个成分 那我们真正的一些营养成分 其实需要从我们的食物 像是我每天吃的奶蛋鱼肉豆等等的去做一个摄取 假设一方有性病 可能就会经由使用精液这个动作把性病传染给另外一半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进行安全的性行为 不要因为一时的快感而把性病传染给另外一半 也不要相信说 使用精液真的有养颜眉容啊 或是改善体质的这些无知之痰 正常的精液的颜色应该是呈现乳白色 乳黄色或是浅灰色 然后它的稠度会有点像生鸡蛋 或者是说蜂蜂乳这个样子 而每个人精液的味道跟颜色 其实会跟每个人的 基因啊 饮食啊 还有整体的健康条件不同而所改变 可能会比较浓啊 或者是比较淡 其实这个都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像是 薑黄洋葱大蒜或者是香料里面的一些色素 或者是硫磺 可能就会让我们的精液变得比较黄色 但是随着这些食物被我们的体内给代谢掉之后 其实颜色就会恢复到正常的一个乳白色 另外呢某些抗生素或者是说维他命 像是维他命B啊 就会造成我们的精液变得比较黄橙色 有抽烟的民众啊 他自己也可能是比较深黄色的一个情况 像是精液啊 或者是比较长时间的不射精的话 也会让我们的精液变得比较 浓黄色 主要是一些旧的或是死去的精子会让我们的精液变色 除非真的是遇到一些很特别的颜色变化 像是绿色啊 红色啊 或是伴随着一些恶臭味等等 遇到这些状况就要建议就医去做整治 不然的话生活上的一些 颜色浓淡变化是不用太过担心的 假设精液变成了红色啊 棕色或者是混有血块 表示说A精液里面有血丝的一个存在 在临床上呢 我们会把这个状况称为血精症 那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呢 大概是因为受伤啊 或是剧烈的性行为啊 或是自慰 导致我们的除筋狼啊 或是摄物腺的一些微小血管 破裂所引起的 有可能是摄物腺的问题哦 有摄物腺发炎啊 摄物腺肥大啊 摄物腺癌 或者是说 有做过摄物腺手术 或者是摄物腺刚切片过 其实这些血液都可能会混入我们的精英 造成我们的血精症 另外呢可能是除筋啊 输筋管或是尿道会有问题 假设这些部位有外伤或者是感染的话 也会导致血精的一个状况 另外第四点呢 则是性传染病 像是我们的领病啊 PE菌啊 或是生殖器的泡疹 也会导致血精 另外呢 假设是睪丸 副睪丸的一些问题 像是睪丸癌啊 甚至是说睪丸副睪丸发炎 这些情况也会导致血精症 最后一个呢 这是高血压 在临床上有一些文献提到说 高血压也会导致血精症的一个状况 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 一些微小管破裂所产生的 那这些状况 大部分都是良性 而且可以自己痊愈的 所以不用太过担心 但是呢 也不能这样引开而论 如果你建议说真的有血精那个状况 还是要救医 医生可能会救你的病史啊 还有一些状况 来做一些必要的检查或检验 我们去厘清真正的根本所在 这样才能去对症去做处理 或是但凡 好了 做错了 一开始就错了 淡淡的 为了要讲稠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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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